北京时间1月14日消息 2023赛季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周三将进入到第十比赛日的争夺 男女单打下半区四分之一决赛开打 德约科威奇与卢布列夫的焦点站于夜场上演 罗德拉沃尔球场卡普利斯科娃30vs里内特8点 卡普利斯科娃是三位在晋级澳网八强的过程中 一盘未丢的球员之一 四场比赛前世界第一紧丢十九局 上一轮他更是宋诞淘汰中国金花掌帅 与此同时 普利斯科娃四场耗时4小时33分钟 是八强球员中耗时最短的一位 这是杰克人生涯第四次击身澳网八强 此前他在这里的最佳战绩是2019年的四强 波兰选手里内特第四轮直落两盘暴冷 淘汰四号种子加西亚 生涯第一次击身大满贯八强行列 过去三场比赛 他还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与康塔维特 另外两位前20球员 状态震假 两位球员此前有过9次交手 普利斯科娃7胜2负占优 去年没王首轮普利斯科娃决胜盘抢7显胜 随后里内特在比利减金杯中实现复仇 萨巴伦卡5vs 维基奇 10点萨巴伦卡在前四场比赛中同样一盘未丢 四场仅丢21局 目前他正保持着新赛季单打8连胜 这是白俄罗斯盟女首次击身奥网8强 克罗蒂亚美女维基奇 第四轮击战三盘淘汰了杰克新秀 弗鲁维尔托瓦 生涯第二次击身大满贯8强 新赛季同样取得7连胜 两位球员此前有过6次交手 维基奇5胜一负占优 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圣叠戈战 维基奇2比1获胜 谢尔顿VS保罗11点半 这是2007年罗迪克和费时之后 首次至少有两位美国球员 同时打进奥网南丹八强 2023年科打 20岁的美国新兴谢尔顿 在自己的第二次大满贯正赛之旅 便打入南丹八强 开赛至今他还保持着 南丹赛场最快发球时速 保罗前四轮则淘汰了 达维多维奇弗基纳与阿古特 两位种子球员 这也是他守进大满贯八强 本场是双方之间的首次交手 德约科维奇4VS 卢布列夫5 16点半 德约科维奇上一轮 紧丢5局 横扫本土选手德米纳尔 好取奥网25连胜 以及澳大利亚38连胜 这也是诺瓦克生涯 第13次机身奥网8强 赛后塞尔维亚天王 透露自己的伤病迹象在好转 比周六感觉好很多 但仍不确定 自己是否会在周二前往训练场 我们赛后谈论了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再考虑是否应该继续再休息 入部训练 气象是好的 但我还不会庆祝 让我们看看明天感觉如何 卢布列夫第四轮化节两个赛点 克服决胜盘抢 10比5落后大逆转鲁内 生涯第二次机身奥网8强 此前六次出战大满贯四分之一决赛 卢布列夫吞下全败 交手记录方面 卢布一笔落后于得约